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 木桃招的鱼,木鱼啊 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我好像一直都在走捷径 击败的百万年魂兽 一般都是没有攻击力的北极熊和骷髅 或者是利用地形优势击败百万年的魂兽 其实正面打起来的话 百万年的魂兽打我只需要三下 我应该就没了 说白了,我其实根本就不是百万年魂兽的对手 这样子的实力 带着小铃铛去找幕后黑手报仇 无疑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到时候不仅仅是小铃铛的那个世界 可能连我所在的这个世界也会被毁灭 怎么办呢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正常的百万年魂兽打不过 打北极熊要打一个小时左右 放过我的右手食指吧 我还指望用它来上厕所吃饭玩游戏呢 最主要的是,打一个小时 最后魂环吸收失败 实在是很搞人心态 上一期视频吸收失败之后 我直接原地失了字 现在摆在我面前唯一一条路就是 转身 而且有可能不止转一次 我又一直转到蓝银草五魂 能打印百万年魂兽为止 蓝银草现在已经是风化痘禄 接下来就是帮浩天锤附加魂环 十万年的魂环 全部都吸收成功了 在吸收第四魂环的时候 遇见一头百万年的熊猫 它好像卡住不能动啊 正好给你们看一下 天下第一器武魂 是什么样子的 第一魂技 巨猿重锤 对前方的敌方单位造成伤害 并死其获得一秒的破甲上火 第二魂技 击破之锤 对小范围的敌方单位造成伤害 并使其获得一秒钟的破甲效果 第三魂技就更厉害了 狂风卷晕 拉扯吸引附近的敌方单位 持续造成伤害 类似于盖伦的一技能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之前五魂魂魂的魂技效果 一般都是灼烧 冰冻 凋零什么的 但是这个浩天锤的效果 却是破甲 不知道是不是得益于这个破甲效果 这个百万年的熊猫 六百万的血量 我仅仅只用了13分钟 就打死他了 只要我现在只有三个技能 实在不敢想象 浩天锤成为风号斗罗之后 有多厉害 接下来寻找魂魂的过程中 又遇到一个百万年的骷髅 这次只用了十分钟 就击败他了 看一下魂技 采药冲击 朝一条直线发起攻击 并产生爆炸 属性增幅效果提升86% 我现在觉得这样子的效果 才是最好的 因为我需要提升自己的血量 普通的百万年魂兽 一次攻击差不多是 一万两千多的伤害 厉害一点的雷修 起码是一万六以上 而我现在才只有一万的血量 根本就承受不住 百万年魂兽的攻击 只有这样属性增幅的效果 才能让我变得更强 但是吧 一般这种好东西 肯定是不可能吸收成功的 我都不抱什么希望了 内心甚至都不会有什么波 接下来又连续吸收了 五个十万年的魂魂 并获得了几块魂骨 现在的血量是一万四 还远远不够 只能转身了 还记得之前凤凰青龙五魂 吃下碧落黄泉珠之后 吸收魂魂的样子吗 那时候第一魂魂 就是十万年的 然后出现了这个画面 这次我长记性了 来一朝五魂随便吸收魂魂就行 千年万年的我就满足了 然后 你记不清我死了多少次了 转身之后太坑了 我以为会大幅度增加 魂环吸收的年限 没想到根本就没什么变化 第一魂环吸收的上限 507年 你他妈的 没办法 只能吸收百年千年的了 只希望魂魂给我带来的属性增幅 会大大增加 但后续的发展情况 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 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小伙伴们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